有靈魂的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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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每個人對於味道的詮釋 喜歡的喜好都不一樣 反而是這杯咖啡 有沒有用心去充泡 有沒有它後面的故事還要跟你講 我覺得這個更重要 我是Nelson 我是JWC的Founder 我本身從2009年 我就開始從事咖啡 就烘咖啡也烘了差不多10年了 我在高中畢業過後 我就在台灣入學 留學了台灣生活的9年 大學畢業了過後 我就到新竹科學院去當軟體工程師 軟體工程師 每天我們都要做軟體編輯 都會編輯到很晚 是私行加班 那時候就開始愛上咖啡了 那時候的馬來西亞 台灣其實並沒有所謂的 很好的一間的咖啡館 可能只有星巴克 甚至是All Town 台灣不一樣 台灣其實是很多的特色咖啡館 有Siphon的沖煮方法 有V6的沖煮方法 手沖咖啡在台灣是非常流行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在想 是不是可以把台灣的這種 黑咖啡手沖咖啡的文化 還有特色咖啡的文化 帶回買響 所以就在2009年 我們正式成立 最大學畢業的這個領域 其實我們的Profile偏向於很廣 就是說最主要我們是取決於 我們要的是什麼東西 就有些咖啡豆我們會炒得蠻快的 就我們可能要保留的是它的芳香物質 和它的香氣 可能體感甜度可能完全不注重 最有名的一個Blend Coffee 就是Caramel Popcorn 它這個咖啡豆呢 其實作為Espresso Base 它的甜度非常高 所以為什麼當初我會叫它Caramel Popcorn 是我一喝就 它就是有那個Caramel Popcorn的感覺 雖然都是阿拉比卡的咖啡豆 但是它的酸度非常非常低 甜度非常的好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其中一種 烘焙的一種特色 所以JWC有沒有固定的烘焙特色 其實反而我是覺得就是 我們希望它呈現的是什麼面貌 我們就會用什麼烘焙曲線去烘焙咖啡豆 我們自己有一套很特別的炒豆的方式 換成這個方式我自己命名叫集刺 集是極限嘛 extreme 是其實是一個framming 就是一個火的意思 所以我們覺得說 我們就用一個很特別極限 把火推到極點的方式 去烘焙這個咖啡豆 非常非常的深 但是苦味非常低 我們可能有時候會用 伊索比亞的治善 有時候會用水洗 甚至有時候我們會用 瓜地馬拉 甚至是克伦比亞 它裡面的咖啡豆其實不局限 隨著每一個季節 我們會挑選最新鮮的咖啡豆 去用這樣子的一個烘焙方式去烘焙 但是你在裡面卻可以品嘗到的是花香和果香都會有 所以是一個很特別的深培咖啡 所以我本身當然是在JB Rain 所以那時候一回來JB其實就想 我就想在這個城市裡面 為這個城市裡面做一點貢獻 當時候我們開的咖啡館非常非常的小 怎麼小呢 因為資金有限喔 之後我們就決定租了一間很小的咖啡館 把這間咖啡館一分為二 然後把它隔起來 我們只裝修一半 所以那時候那個咖啡館是一半喔 它只有16個文章 我那間咖啡館的時候真的很辛苦 因為資金不夠吧 所以我們就用很省錢的方式 連拉電、牆紙 其實我都是清理行為的 我們拿了2015的拉花冠軍還有手沖冠軍 雙冠 但是我們發現了我們在新山 我們在推一些精品咖啡的時候 有推動力也不容易 所以我和我的團隊 那時候我們就決定說 是否我們應該是時候到吉隆坡 讓大家了解我們 咖啡豆本身現在的價格 越高品質的價格現在越來越貴 其實現在的精品咖啡 如果你要喝到可能十年前同樣品質 它的價格可能是20倍或30倍 非常非常高 會繼續一直在這個行業 一直努力想要做的 當然就是說想要讓一群支持你的夥伴 你可以讓他們過得更好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自己的熱忱 還有一些責任的 在推崇我繼續在這個行業繼續堅持下去 在推崇我繼續在這個行業繼續堅持下去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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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